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家人的Drey 沒錯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哪裡 城口就是宜蘭運動公園 今年下半年度啊超級多賽事登場 那一連串的賽事當中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我會推薦什麼樣的特色賽事來給大家 今天就要來推薦大家一條 2023年幸會宜蘭馬拉松 這條賽事呢非常經典的地方 是它有特色的美景之外還有非常多的驚喜 重點是這一次我重金禮聘 我的健身教練天母鳳梨所登場 那今天我將跟我的教練 天母鳳梨所一起來完成這場賽道的介紹 那這場賽道有什麼樣的特色景點還有驚喜的地方 待會兒就來一一介紹給大家 那教練這次你幫我準備了什麼樣的特訓 很簡單啦 我現在就去跑一場馬拉松吧 我訓練很簡單就是 全程只有一個補給 你要追到我才能吃得到 知道嗎 其實這整根路啊 我們剛剛從田徑場跑出來到這邊 在凱旋路上兩側都是這個綠印 林蔭大道跑起來真的非常開闊舒適啊 快快快 快就可以給你 哇 跑到這裡就完全 因為視野開闊不一樣的風景 可以直接看到 完整的蘭陽平原 全馬組就是往這個方向 準備過橋 超級開闊 而且這邊創了11月應該就是 蠻花的季節 一整片都會是 等一下上蘭陽大橋 就 turn right 是嗎 right let's right 我現在已經跑到了羅東運動公園 這邊算是宜蘭裡面啊 所以在城市裡面就可以輕鬆看到 洛宇松的一片小地方 那這個綠地呢 其實一整片當中 在週末也很多人會來這邊野餐 甚至運動 那沿著自行車跑 其實超級舒服的 重點是其實不用做得這麼辛苦啦 沿途的補給站有超級多 宜蘭當地的特色美食 好啦 我們繼續出發 不用擬了不用擬了 自以為很快喔 還超車勒 插播一下 如果你辦法已經跑到快到折返點了 就可以看到這邊 一望無際的稻田 我先去前面折返一下 辦法路線折返完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跑進河堤裡面 河堤在這一段之後會有滿滿的蠻花 就在這邊 一整片一望無際 然後剛剛那邊就是補給站 OK 我們回到全馬路線 OK 我們已經來到了梅花湖 我們待會兒準備繞行梅花湖一圈 聽說對面有一個很厲害的補給站 OK 我們繼續出發 GO GO 好像那麼久還會有 欸 小心啊 有猴子耶 當天在梅花湖這邊 就是補給站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停下來吃一下東西 有很多宜蘭在地的特色美食 這間補給站會奉獻給大家 繼續出發 快 通常跑超過二十幾公里後 就會開始進入溃撞牆的狀態 看這邊風景看得很舒適 而且跑到旁邊很涼爽 還可以稍微恢復一下 好 好 加油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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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輝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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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終點了 伊蘭運動公園 這場比賽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假期允許的話 一定要規劃一下 來這邊兩天一夜 除了體驗賽事的氛圍之後 我覺得伊蘭也是非常多景點 是適合觀光的行程 真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在十一月底有空的話 歡迎一起來參加 2023信惠伊蘭馬拉松喔 我是你的家人團隊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